逆天而行 第一章穿越九州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日子 江城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后山练习气功 随着心中意念的指引 他的气息逐渐与周围的自然界融合 忽然间天色变得阴暗 狂风暴雨骤然袭来 将他卷入了一道神秘的光芒之中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奇异的土地 四周的树木苍翠欲低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灵气 江城心中惊讶 这里究竟是何处 他慢慢站起来 发现身旁有一块刻有古老文字的石碑 上面写着九州大陆 他心中一惊 这不是传说中的修真世界吗 而自己竟然来到了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第二章寻找修真之路 江城四处走动 试图寻找一些可以解释他穿越原因的线索 他走过一片繁茂的森林 突然看到一个小村庄 心中一阵喜悦 于是朝着村庄方向前进 在村庄的广场上 他看到一位老人正在讲述修真的故事 江城默默的聆听 心中暗自庆幸 从小学习的气功在这个世界中 居然成为了修真者的基础 修真者需在灵气充盈之地修行 方能突破凡人的极限 老人说到 修炼气功能够将灵气吸纳入体内 这是一条通往强者之路 江城心中燃起了希望 他决定利用自己在地球上学会的气功 来开始在这个世界的修行 于是 他找到了村庄里的灵气源 开始努力修炼 第三章 修行之路的艰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城的修为逐渐提升 然而 他发现这里的修真者修行进展迅速 自己却始终无法突破某种瓶颈 这令他感到非常沮丧 一天 他在山中遇见了一位白衣少女 名叫灵雪 他正在专心修炼 灵雪感受到江城的存在 停下来对他说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江城告诉他自己的经历 以及在气功方面的修行 灵雪微微一笑 你的气功在这里并不算什么 想要真正成为修真者 你需要学习更高层次的修炼法门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江城询问道 灵雪认真的想了想 说道你可以去找村外的老修士 他拥有丰富的修炼经验 或许能给你一些指导 第四章 拜师学义 江城听了灵雪的建议 于是前往村外的山洞 寻找那位老修士 经过一番波折 他终于找到了这位老者 老修士名叫云峰 看到江城的来访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欣赏 你是一位不凡之人 来自于凡界 却能在此修行 这实在难得 云峰对江城说 江城恭敬地请求老修士 指导自己的修炼之路 云峰思考片刻后 点头答应了他 好吧 我将传授你一些高阶的修炼方法 但你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江城感激不已 开始跟随云峰学习 他每天都在山中修行 刻苦练习体验到了修真之路的艰辛与不易 第五章 领悟灵气之道 在老修士的指导下 江城逐渐掌握了灵气运行的奥秘 他发现 灵气的流动与地球的气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当他跳动灵气时 心中都会浮现出地球上的练功方法 随着修行的深入 江城的实力越来越强 并且开始领悟灵气的运行之道 他发现灵气不仅可以强化自身 还能治愈受伤者 于是他决定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帮助村庄的居民 江城开始利用灵气疗跃村庄里的病人 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敬重 村民们纷纷感谢他 让江城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第六章 邪恶的来临 然而 正当江城沉浸在快乐的修行与帮助中时 一股邪恶的力量悄然降临 村庄周边出现了一群神秘的黑衣人 他们专门掠夺修真者的灵气 对村庄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江城得知消息后 心中焦急 他决定站出来保护村庄 他找到了灵雪 告诉他自己的打算 我不能让这些邪恶势力破坏我们的家园 我要阻止他们 灵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会跟随你一起去对抗这些敌人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第七章 共同作战 江城与灵雪组织了一支村庄的守护队伍 大家共同协作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虽然他们的实力并不强大 但江城的气功以及云风老修士的指导 让他们拥有了不小的战斗力 当夜幕降临 邪恶的黑衣人来到了村庄 江城带领村民们毅然迎战 战斗中 江城运用自己学会的灵气技巧 迅速将敌人击退 村民们也在他的鼓舞下勇敢作战 然而 随着战斗的深入 江城逐渐意识到敌人中有一位强大的修真者 令他感到非常棘手 那名修真者名叫冷玄 拥有着惊人的实力 他的每一招都像是带着无形的压迫 让江城感到一阵窒息 第八章 冷玄的挑战 冷玄冷笑着看着江城 嘴角浮现出一丝不屑 你这个来自凡界的小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叫嚣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江城心中愤怒 但他知道 必须冷静下来 才能找到战胜冷玄的方法 我不怕你 这是我的家 我一定会保护这里的每一个人 冷玄哈哈大笑 随即开始对江城发起进攻 他的攻势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江城凭着在老修士那里学到的技巧 努力抵挡 但他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在一个瞬间 冷玄的攻击如雷霆般直击而来 江城来不及反应 被击中到在地上 心中一阵绝望 第九章 逆天而行 就在江城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气息 从心底迸发出来 仿佛是自己在气功中凝聚的所有力量 此时 他想起了在地球上修行的每一个瞬间 所有的辛苦与努力 让他心中充满了无比的信念 我本凡人 奈何修真 既已修真 必定逆天 江城心中默念 顿时感受到灵气的流动 瞬间将全身的灵气引导到手中 他迅速站起来 调动全身的灵气 对着冷玄发起反击 冷玄惊讶地看着他 似乎没想到江城会在这个时候 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江城用尽全力施展出自己最擅长的气功 强大的气场瞬间将冷玄包围 冷玄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威胁 表情变得凝重 第十章 最终决战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空中灵气交错 似乎在这一刻 整个九州大陆的灵气都被他们所牵动 江城凭着自己在地球上所学的气功 运用灵气发动了强大的攻击 冷玄也不甘示弱 施展出自己的绝技 战斗中江城运用灵巧的身法 避开了冷玄的攻击 并寻找时机反击 冷玄心中大惊 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气功 最终 在一个关键的瞬间 江城凝聚了所有的灵气 发动了终极攻击 将冷玄机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瞬间失去了战斗能力 第十一章 村庄的希望 邪恶势力被击退后 村庄的居民们纷纷围上来 感激的向江城道谢 他们知道江城是他们的英雄 因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 捍卫了他们的家园 江城则微微一笑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随后 他将自己的修炼经验分享给村民 帮助大家提升实力 第十二章 追寻更高的境界 随着村庄逐渐恢复平静 江城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修炼之路 他明白 这仅仅是个开始 自己在九州大陆的冒险还远未结束 我想要探索更高的境界 发现更多的秘密 江城对林雪说道 林雪支持地点了点头 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找更高的修炼之地 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 于是江城和林雪踏上了新的旅程 朝着更高的境界前进 第十三章 修真宗派的邀请 在他们的旅途中 江城和林雪逐渐听闻了关于九州大陆上各大修真宗派的传闻 某一天 他们来到了一座名为青云宗的宗派 这是一个以传承灵器修炼为主的著名宗派 青云宗的宗主见到江城后 惊讶于他修炼器工所带来的独特灵器 便邀请江城加入宗派 成为一名正式的弟子 江城心中兴奋 这是他进一步修炼的好机会 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开始在青云宗中学习各种修真法门 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十四章 成长与磨炼 在青云宗的日子里 江城每天都刻苦修炼 逐渐领悟到了灵器运行的奥秘 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修为 还在宗派的鄙视中获得了不少荣誉 成为了宗派中的佼佼者 然而 随着实力的提升 江城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位名叫天悦的修士对江城心怀疾度 常常在背后使坏 你这个凡借来的野小子 凭什么在这里出风头 天悦冷冷地对江城说 江城却毫不在意 继续努力修炼 他明白自己只有不断提升 才能在这个世界立足 第十五章 比赛的来临 某天 青云宗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比赛 各大宗派的精英都会参加 江城得知消息后 心中燃起了激烈的斗志 这是他展示自己实力的好机会 比赛当天 江城和灵雪一起来到比赛场地 周围聚集了不少修真者 比赛开始后 江城凭着自己在气功上的优势 接连击败了几位对手 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然而 天悦却趁机设下圈套 故意在比赛中使用不震荡手段 想要将江城击败 江城意识到事情不妙 于是决定揭穿天悦的阴谋 第十六章 正义的制裁 在比赛的最后一场中 江城与天悦对战 天悦利用灵气发动攻击 却被江城轻易躲过 随后他反击 将天悦的计谋攻之于众 你这样的手段根本无法代表真正的实力 江城冷冷地说 赢得了观众的支持 比赛的裁判最终决定天悦失去比赛资格 江城则成功夺冠 第十七章 新的挑战 随着比赛的结束 江城的名声在修真界越来越响亮 甚至吸引了其他宗派的注意 然而 他也清楚 随着名气的增长 挑战也会随之而来 不久后 江城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任务 要求他去探索一个被遗忘的古老遗迹 这个遗迹据说蕴藏着强大的灵气和无数的修真秘迹 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地方 江城决定接受挑战 他带着灵雪踏上了探索之旅 第十八章 古老遗迹的秘密 当江城和灵雪来到遗迹的入口时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 进入遗迹后 四周的环境异常壮观 石壁上雕刻着古老的图案 仿佛在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历史 在深入遗迹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里面布满了各种机关与陷阱 江城凭借着在地球上修行气功所培养的敏锐直觉 逐一化解了危险 灵雪则在旁协助 彼此默契十足 然而 当他们来到遗迹的中心时 却发现了一个被封印的灵气拳 这是传说中的灵源之拳 江城心中惊喜 这里蕴藏的灵气可比外界要强大得多 若能吸收 必能大幅提升自己的修为 第十九章 灵源之拳的考验 但灵源之拳并非那么容易得到 泉水周围布下了重重考验 唯有通过这些考验者 才能获得灵气的滋养 你们敢来此 是不是准备迎接考验 一个忧生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仿佛是灵源之拳的守护者 江城与灵雪面面相去 心中燃起了挑战的热情 我们准备好了 江城大声回答 考验开始了 江城与灵雪需要在不同的试炼中展现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个考验是对灵气的理解 必须在短时间内吸收泉水周围的灵气并运用 江城闭上眼睛 沉浸在灵气的海洋中 这是他最熟悉的领域 瞬间便明白了泉水灵气的运行之道 成功通过了考验 第二十章 心灵的考验 接下来的考验则是对心灵的考验 灵源之拳将江城的过去与未来展现在他面前 让他面对自己的恐惧与怀疑 江城看到了在地球上孤独无助的自己 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他的心中充满了怀疑 甚至想过放弃 然而 随着修行的进步 这些怀疑都在逐渐消失 我不会放弃的 我要逆天而行 江城心中默念 强大的信念让他瞬间清醒过来 从而成功通过了考验 第二十一章 灵源之拳的祝福 经历了种种考验后 江城与灵雪终于来到灵源之拳的面前 灵泉的水面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仿佛在召唤着他们 江城毫不犹豫地跪下 将双手进入灵泉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灵气瞬间注入他的体内 体内的灵力瞬间增强 突破了他之前的瓶颈 灵雪也在旁感受到灵气的滋养 面露欣喜之色 他知道 这将是他们修行路上的一次巨大的突破 第二十二章 更大的世界 在灵源之拳中吸收灵气后 江城与灵雪的修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知道 这仅仅是他们冒险旅程的一部分 前方还有更大的世界在等待着他们 江城心中暗自下定决心 无论前方有多少挑战 他都将逆天而行 继续探索这个奇妙的修真世界 第二十三章 新的冒险 在离开古老遗迹后 江城和灵雪展开了新的冒险 他们在九州大陆的各个角落寻找着灵气的源头 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修真者 经历了无数的挑战与考验 江城的实力不断增强 心境也日益成熟 他开始意识到 修真不仅仅是力量的提升 还有心灵的磨练 第二十四章 回到村庄 在修行了一段时间后 江城决定回到当初的村庄 看看曾经帮助过他的村民们 当他再次回到村庄时 发现村庄已经繁荣昌盛 居民们都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村民们见到江城 纷纷前来致敬 感谢他当初的帮助 江城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二十五章 新的起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九州大陆的顶尖水平 但他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他明白 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知的奥秘等待着他去探索 我会继续逆天而行 探索更高的境界 江城对着村民们说道 随后他带着灵雪 再次踏上了未知的冒险旅程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故事结尾 在这个充满神秘与魔力的九州大陆 江城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凡人 而是成为了一位逆天而行的修真者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无论出生如何 只要心中有梦 便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最后的思考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旅程 或许艰辛 或许坎坷 但只要不忘初心 勇敢面对挑战 就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个人 江城的故事告诉我们 修真之路充满未知 但正是这些未知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